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日前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接连不及预期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提之下 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月底会进行进一步的降息 投资人该如何看待这项利多政策 而在美股大幅波动的背景之下 投资人又应该选择传统板块来规避风险 还是该选择风险类股追求最大盈利呢 马上进入的holiday season 会给美国的经济以及股市带来怎样的影响 今天节目当中 发一次邀请到了圣安集团的创办人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谈谈对于目前美股的看法 而以下呢是稍早我们财经主播周瑞所做的专访内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圣安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分享一下目前对于美股的看法 秋莹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目前呢 进入10月第一周以来啊 美股经历了非常强烈的波动 对吧 然后目前的很多经济数据也显示说 美国目前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高的风险 那你认为美联储目前会不会第三次继续降息呢 其实美股最近经历了这个巨大的这个波动和震荡 尤其是道指也一度跌破了26000点 那这个创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那普遍的投资人呢和机构呢 现在都表示忧心忡忡 对美国这个股市未来几个月的走势 都表示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时候更紧张的应该是美联储 因为它在这个时候要决策 要继续的持续的去降息呢 还是说要先放一放 等到之后再使用它的一些杀手锏 但是最近呢有很多机构 包括这个华尔街也在预测说 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在大大的提高 甚至有些机构也预测说 美联储可能重新开启这个量化宽松的这样的政策 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市场里面 尤其是股市啊和房市啊 去刺激这个普遍的投资人的一个信心 那这样的话 无疑对股市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向的刺激 那如果这个信号真的出现的话 那可能对这个震荡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这侧面呢也说明了 美国官方可能真正的就是开始 对股市啊就是表示一个担心的一个一种心情 然后所以他们才会使用这种很强有力的手段 持续的去刺激这个市场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我也建议大多数的投资人 要选择比较保守的谨慎的这种态度 我们也注意到在美股震荡非常强烈的时候 就是科技股一般都首当其冲 比如说涨跌幅度最大的永远都是科技股 像苹果呀Amazon啊这样子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科技股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个就是它的盈利方面 还有运营方面 另一个就是它的估值和价格 那盈利和运营方面呢 我觉得要对以下这种股票呢 就是表示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就是持续亏损 以及这个亏损额巨大的这种公司 哪怕它的这个品牌效应很好 大家觉得它的服务是值得信赖的 那在资本市场里面 也要对它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保守的态度 一定要着重地看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面运营情况 是否会受到行业内的冲击 和以及这个整体宏观经济的冲击 那它的这个亏损的这种形态呢 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就扭转 运营情况能不能有大大的提高或者改善 如果是不能的话 就不要盲目地去跟风购买这些股票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估值的角度 其实简单来说呢 投资人可以看一看PE 也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率 如果适应率过高的公司 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 因为这个估值通常就是在市场 以及民众的信心上面是构建起来的 那如果这个市场和民众的信心 一旦垮台不在的话 那这个股价可能会短时间内剧烈的就是下跌 尤其是结合我们最近全球市场 以及美股市场这种大幅的波动 这市场现在是瞬息万变的一种情况 所以也建议大家比较谨慎地去看这些股票 你刚才也提到现在市场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局势 我们之前有个概念叫做独角兽 就像一些Uber啊 WeWork啊都曾经被誉为是独角兽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事实 就是WeWork在短短的几周之内 估值就接连的下降 你认为独角兽这个概念 还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件事情吗 这其实回归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亏损的这个问题 其实亏损是普遍的创业公司和独角兽 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之前大家有点忽视这个问题了 是因为之前市场很好 民众的信心非常高涨 很多人都沉浸在这种喜悦 兴奋以及超自信的这种状态里面 但是现在市场降温了 很多人冷静下来了 所以大家会突然意识到 这些大公司 其实它的运营和盈利方面 是面临很大的挑战的 包括整体经济如果开始进行 开始下滑的话 其实这个困难是非常巨大的 那这个时候呢 理性的投资人就会选择观望 或者是及时的退出撤出 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大程度的 影响这些公司的估值以及价格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近期这个Uber啊 Lift啊 他们的股价表现一直都不佳 以及这个WeWork它在短短的几周之内 IPO就遭遇滑铁炉的这个状况 对的现在是被搁浅了已经 对是 其实对于WeWork呢 我们就简单做一下对比 就会发现它的估值其实是超高的 它今年最高的时候估值达到470亿美元 对但是呢 它有一个同业的竞争对手 是欧洲的一个公司叫IWG集团 也就是它的前身叫Regis 那无论是从会员数量上 还是从运营方面 还是从经验方面 其实它们都远超WeWork 但是这家公司呢 它的估值却只有37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70亿和37亿之间 这巨大的一个差别 WeWork呢 它自己可能确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 但是它这个IPO搁浅的事件呢 很有可能是说明这一个时代的终结 就是它们这一批像这个Uber啊 包括这个Airbnb啊 这些股票 都是在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泡沫里面 迅速成长 包括在资本市场也迅速的这个扩张 那它们这种持续烧钱 而且巨额亏损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兴的商业模式 那是否能在接下来几年 继续的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现在有很多机构的预测 可能这个时代已经走入了尾声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 对 好的 所以也就是说共享经济模式呢 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尾声 所以投资人如果做选择的话 可能应该考虑一些 有技术壁垒的行业 一具公司 对对对 高技术壁垒 这样的话防止别人去快速的去抄袭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正向的持续的现金流 这样会让投资人感觉到 这股票是相对安全的 相对低风险的 没错 好的 我们现在也知道已经进入十月了 那么接下来马上美国这边就要进入一个 Holiday season 购物季 对 那么你认为在这个时候 投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其实Holiday season 包括每年的这个Black Friday 这个 Christmas 对这个民众对于这个像电器啊 这个电子产品啊需求还是急剧的上升的 就会在短短的几天内买特别多的这方面的产品 那我们这个本周也看到了这个Best Buy呢 它官方也宣布要在全国11个城市进行扩招 这些人员呢 主要是会在这个店面这个方面去进行一个补充 那这个也侧面的说明了这个Best Buy官方呢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个购物季 这个市场的需求 以及他们的销量的还是信心十足的 对信心十足的 对所以呢 像这样的股票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它在基本面 比如说官方散发出来的一些新闻啊 然后包括近几个月的这些电子产品的销量 以及需求 好的 所以大家目前可以就是在Holiday season 多关注一些零售商像Best Buy 或者说电商像Amazon 这样跟销售季有关的股票公司对吗 对 好的 非常感谢 好的 谢谢 刘乔宜女士表示 美股在月底再次降息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投资人此时反而不妨多做观望 另外呢 以WeWork以及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 目前备受挑战 投资人如果要选择独小兽型的股票 作为投资需要谨慎再谨慎 而在Holiday season来临之际呢 大家不妨多关注一些零售商以及电商类的股票 像是Best Buy 就不妨多做6亿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您做个投资上的建议和参考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